承判夾官认为被告主官上知悉 后续上游传唤等侦查计划 虽然表示说他不指导不干预 却在同日黄世民离开以后 将侦查中阴秘密的事项 科建民个人的资料 及监察通讯所得的资料 泄露给江罗二人 后来又在9月4号 交说黄世民将将一话泄密 并交付阴秘密的资料 以上是本案的简要的起诉事实 同日在黄世民离开以后 被告及电召当时的行政院长江一话 那专案报告三的部分 就是9月4号由被告交说黄世民 向当时的行政院长江一话报告 所提供的书面资料 这份书面资料的内容 跟专案报告后的内容完全一致 附件的部分则少了一个 各方通话的实践内容 那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专案报告三的内容 跟专案报告一的内容 来相互比较的话 它内容更多范围更广 因此我们